日本消息 自卫队发现俄罗斯空军图95轰炸机 在对马海峡飞行并绕倒一圈 拜托 脱口是我 1950年代的老熊能有什么用 说也奇怪 我们发射S-400导弹进入钓鱼岛 却不见日本人抗议 反而提出国事访问 汪书记通知外交部 即日起将南千岛群岛名称之恶战自然拿要 这位反了自1964年以来 中国支持日本关于俄罗斯归海领土的一贯政策 中国与日本本来就是微妙又脆弱的关系 我们必须在德人天皇身上 施加压力 可日本宪法规定 天皇本身不拥有国家权力 简单的说就是一个虚伪援手 但新天皇的一举一动还是受到日本国民关注 难道代表心中所想的不是战队日本 而能管向新天皇下手 不论如何 我们都必战而胜之 如果日本门谱出现动荡 那我驻日美军 特别是第七舰队就必须待在日本海 那又怎样 美国人还有夏威夷的第三舰队可以复养 第五舰队可以承认 是 以中国海军目前的实力 断不可能同时应付美国三个航母舰队 美国第五舰队需要通过马六甲海峡与南海 我们可以在这样的地方拖入他们 所以这当中 真正关键的 只有驻底在日本横须后的第七舰队 现在同日美军司令 是用第七舰队到马车上将舰队 美军习惯一称他王爷 他可不是一个简单的人 汤马斯上将去年荣升至美国太平洋舰队指挥官 却因第七舰队发生一连串撞传与贪腐事件 留在日本进行整都 如果我们的目标是得人天皇 那么事成之后 第七舰队是必为了维稳无法动弹 连带驻也可以削弱第三与第五舰队力量 真要也要做到这一点 我海军三大舰队也必须全部投入 还加上俄罗斯 天皇交替带来了战货 不单可以侵制驻日美军 还可以满足我国内部反日势力 大魔尚未表态的战略不追于火箭军 以及老家伙们也会跟住动摇 还有台湾那一跳昧日皇民 看到日本崩坏也必将倒向中国 这一弹三鸟真是高招啊代表 真是够了 想想都觉得运 难道日本就真的这样束手就行 那么他们还能怎么样 这是报应 是我们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抗击了九成日军 共产党才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秘术 而将借舍的国民党指示积极反忧 消极抗日 日本在东京湾的密苏里号战舰上签署降服文书时 有中共代表在场吗 49个国家与日本签订就金山合约 我们党政军谁在 是啊 想想大大日本的天津湾国际战 海洞海团大战 莫护性损失了多少人 这个 我们在1972年以中日联合声明中放弃了对日本赔款要求 换取双方同意进行递接和平友好 日本人尝损我们中国人是两面高要 但他们自己才是真正的两面三刀 这和平条约规定有效期只有十年 那怕是因为当时日人也害怕万亿老蒋真的反攻到位 到时候也好有台阶下 但是现在风水轮流转 开不开战要不要打主动权是在我们手上 只要一日不去 那么我们想打日本哪就打呢 完全合情合理合法 而一个没有攻占机或有导弹 不拥有不生产不引进核武器的日本 将对解放军的攻击完全莫用反击能力 可万一美金我们进行核报 肖司令员 如果有邻居把你们家的狗给烧了 你会翻过墙剧弹死他们全家吗 我已经通令网络和媒体启动反日主义 是 我离开了 东海电队下的一波 开拓 无法和其舰防加号 接日前的东海下道歉